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是金曲狼会火完全是意料之内的事情 并且还批评了我这种行为完全就是为了蹭热度 十分委屈了我 不过美女主播天天晚 吉祥鹿只有我一个 只能这样自我安慰啦 抱住胖胖的自己 在和不少网友深夜勾搭中 老美了解到一位口味向不来刁钻 轻易不看综艺节目的朋友 表示当晚就被金曲狼圈粉的不要不要的 这位傲娇的朋友表示 不是任何人的粉丝 但就是对不同人诠释金曲风格的反差欲罢不能 第二期我们有美女与野兽组 啊不是不是 是铁汉柔情组 黄品源大哥对不起 美女与野兽的组合完全就是我的口误 你知道吗 我们全家都非常的喜欢你哦 在老美的四代同堂的家族里面 大到80岁的太爷爷 小到三岁的小baby 都会唱名的小薇哦 嗯 一定是小薇 还深入人心了 多数网友表示 what我过去这么多年听到的都是假的黄品源吗 看到大家都在怀疑人生 我就放心啦 看来金曲狼的目的 达成了 怀疚嘻哈组 当然一定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首歌 没错就是当晚杨千花和汪素龙演唱的两个版本的人情世故 你知道吗 在我的印象里啊 杨千花就是一个时代的女神 而女神的歌居然可以改编成黑pop版本 并且还参加了一些rap 当晚杨千花和汪素龙就上了热搜榜 一定是这一波的改编动静太大 论又洗脑又好听的歌 我最服这首人情世故 还有一位会搞事情的网友说 我算是弄清楚金曲罗的套路咧 反差越大的改变越容易将金曲唤醒成功 因为大家都好奇原唱版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嗯 这位朋友 你说的似乎有这么一点点道理 不过我怎么感觉曹玄冰老师好奇怪呢 作为金曲狼开播以来 第一个失败的案例 曹玄冰老师呢 在演唱完之后就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 还有网友纷纷都表示 大众听什么你们的耳朵真的有眼睛吗 难道他唱的不好听吗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曹玄冰老师你听到了群众的呼喊吗 我们都是超爱你的演唱的哦 不少专业乐评人表示曹玄冰版本的贪婪 几乎是节目开播以来对原唱版本改变力度最小的一次 曹玄冰本人也在自己演唱完之后提到了这一点 曹玄冰这首歌曲跟原曲的改编过后的差别很大 其实我觉得差别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都是好奇宝宝吗 不能因为改编不大就不给金曲唤醒的机会了呀 虽然听不到合唱版的贪婪 但是可以看到两人合体的贪吃 也是不错的呀 甚至啊还有网友说 对于这一季没有被唤醒成功的金曲 我们可不可以期待一下 在下一期还可以看到他们 重新演绎的合唱版本呢 这个网友我要送你上热门 让节目组也听到你内心的呼喊 不过下一季太遥遥无期 咱们还是先把第三期过白引好了 话说回来啊 咱们金曲唤唤醒来的咖 是不是越来越惊人了 黄岐山老师来当唤醒师 妈妈问我为什么要贵的这个 因为黄岐山来当唤醒师了呀 这还不算 浪妹我在唤醒师的名单里 居然看到了杜丽莎的名字 论杜丽莎的江湖地位 如果放在武侠小说里 那根本就是扫地森一般神人的存在 不知道有多少观众知道 杜丽莎就是01年的声音乐老师 反正浪妹我第一次知道 这个消息的时候 惊得头烫的吓掉了呢 更惊人的是 金曲唤的这一次合作 居然也是两位人生中的第一次见面 厉害了我的节目组啊 居然一不小心就创造了历史 看到黄拉玛和杜奶奶这世纪拥抱的画面 老妹我表示 我的资源必爆炸啦 所以呀 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什么惊人刺激的脑洞 完全可以在我们金曲唤的微博上面 大胆的留言啊 毕竟咱们节目组都是一群 过四情的人啊 说不定下一期 你的脑洞就会变成现实了呢 下一期的唤醒师 如果大家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还不知道是谁的话 算我输 这个节目存在的价值 是像音乐至今 我刚刚快哭出来了 我买了一张专辑就是你的 谁说悲伤的时候要唱半歌 我偏要你嗨起来 大家可以尽管地拿着我们的剧透 去猜原唱 如果你们猜到了原唱 算我输 哈哈剧透完毕 已经到了今晚的金曲老板电视时间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现在咱们的刀刀团啊 还有我们的唤醒师 已经在路易棚准备就绪了 服务里发送完毕 哈哈大家说到了吗 这周浪和以后的每周五 希望大家都一起来蹲直播 跳原唱 听好歌吧 拜拜 下期再见咯